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表联合声明回应 说中国在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美中对抗持续升温 我今天要带各位听众朋友 先来听听台湾大学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的分析 他认为美中关系 接下来有几个可以特别观察的时间点 我们来听他的解读 6月9号香港反送中游行 然后6月15到16号的 美国延期四个礼拜的时间到期 然后6月下旬的G20会议 这三个时间点 是我们观察美中关系非常好的时间点 所以照这样看的话 G20要谈出什么东西来 机会非常小 除非习近平在这几天之内 快刀斩乱麻 把内部的反对声浪强行压制 否则机会非常小 那如果G20什么都不谈 也什么都没有进展的话 那川普跟习近平这两个人在会上见面 不是很尴尬吗 各说各话 只能这样子 因为双方回去要有点交代 川普比较好交代 因为川普他可以拿出一个经济成长 可以拿出失业率下降 就业率上升 经济成长这些数字 习近平拿不出东西来 所以习近平压力会比较大 川普对习近平不会像他对金正恩那样 他的金正恩可以walk away 但他对习近平不会walk away 因为那个就太重了 那可能回不来 但他会加大力度 因为坦白说川普算完了 签出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那可能会拖到什么时候呢 你问的意思就是说 双方会签出的东西来 对不对 我们的看法是 如果照这样对撞下去的话 把双方短期之内不会签出东西来 美国方面赌说你撑不了多久 中国方面赌两个东西 第一赌你股市现在会不会爆掉 或最近会不会爆掉 第二赌你股市爆掉之后呢 你这竞选连任不会成功 所以这是他们现在双方无论说 短期内会对撞的原因 这个贸易战 这个中美的对抗 它如何会拖累到美国的股市 当譬如说我中共大卖国债 虽然实质上对美国影响不大 但人心上受不了的时候 大家会起恐慌 其实玩的是信心的游戏 不管是股市 债市 汇市 房市 玩的都是信心游戏 一旦信心崩溃就崩溃了 那你说美国经济体制顶不顶得住 当然挺得住 这是第一个 第二块就是 刚刚讲了半天 我们讲的是美中对战 还有一个力量 我们没有讲 华尔街 因为华尔街 未必是站在美国那边的 华尔街可能只是想赚钱而已 就是美国死活 我不太管 中共死活 我不太管 只要你们呢 都能活着 让我赚钱就行了 他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川普打得太重 把中共快打死的时候 华尔街可能不高兴的 然后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美国果实 化掉一定程度的话 华尔街会不高兴的 除非他能够放空赚钱 所以这些都还有在观察 双方可以用的战场非常多了 那美国可以做的事情 譬如说我继续加税 然后美国可以打人权牌 香港可以变成两边的一张牌 但这张牌对美国来说 比较有利 然后再来是台湾牌 台湾牌是美中都可以用的 稀土呢 稀土可以用 它在一定情况之内 会产生效用 但是不会掐死美国 大家不要忘记 在中共没有在全世界大卖稀土以前 当时美国几乎是最大的稀土出口国家 所以美国的稀土况仍然可观 那唯一差别就是 美国开采稀土会贵很多 那但是在200几年当中共跟日本呢 因为钓鱼岛事件发生冲突 然后中共进入稀土 然后日本拿着事情去告到WTO之后 中共不是败诉吗 大家对事情就有警觉 所以当时大家已经开始分散稀土的这个来源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现在增加了稀土产量 对各国伤害呢 有但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会是一个武器 但是简单说的 它不会是一个终极武器 我们初步盘点 我们认为中共没有筹码 没有最后终极筹码 中共只能且战且走 然后摆出个资产 然后最后呢 就是看有什么办法下台阶 但它没有终极筹码 没有终极武器 那美国有终极武器吗 太多了 譬如说我修改香港关系法 把香港从零关税变成打关税的地区 把香港视为跟中国大陆一样 我打关税 那这是一个 再来譬如打人权牌 再譬如说我公布 就是在我美国有大笔存款的 中共高官的姓名 但我不公布这个数量 我公布姓名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公布绿卡号码 或者公布这个 美国身份证的号码 或者什么的号码 再下一步我冻结财产 再下一步比如说 我冻结你的出入境 所有人都都是杀手机 美国的牌太多太多了 你说香港关税这个 这不会伤害到香港的本土吗 会呀 会呀 但是如果说 中共你要通过这个送中条例的话 美国讲说 那我就考虑修改香港关系法 美国人讲到话了 所以这是人权牌 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打人权牌了 包括蓬佩奥讲六四这个事情 对已经是人权牌了 美国国务院还跟很多宗教团体发了通知说 你们会整一下中共怎么破坏你们宗教团体的这些事件事例经过跟人民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人权牌已经要开始了 那你觉得人权牌有效吗 会有效 你要知道认真打会有效 他只要把这些所谓的人权恶棍 我第一公布姓名 第二我禁止旅行 下一步就是我在国际上我提出司法控诉 因为人权是部分国界是各国可以受理的 人权牌为什么在过去的美国总统 过去这几年都不用 这些很好的问题 事实上从科令论开始就曾经考虑用过人权牌 老布希用过人权牌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 老布希禁运 那就是人权牌 那张牌之所以解掉是因为 伊拉克去打了科威特 伊拉克打了科威特之后 老布希要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去打伊拉克 那需要中共的投赞成票 就是中共就决定投弃权 那等于美国实际上是拿到了授权 所以人权牌就解掉 美国人权牌就解掉了 那么科令顿上台之后 也打人权牌 怎么打人权牌呢 把最后的待遇跟人权状态挂钩 最后因为国内的商家压力太大 就迫使科令顿 就把人权牌拿掉了 那后面这些总统呢 打人权牌呢 打了都有气无力的 过去没有打大部分是商业考虑 那现在打呢 不完全商业考虑 如果我们的判定是对的 也就是川普团队 现在对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 有了一个重大转变 把这个意识形态纳入考虑的话 那简单说 我们翻成白话就是 川普可能会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 就像当年雷根推动苏联跟东欧的变化一样 所以走到那步的话呢 人权牌拿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反过来说 当他现在开始拿人权牌之后 他意味着就是 你如果再不让步 我就慢慢往那边走 我们觉得说 现在情势变化呢 第一 快过我们的想象 第二呢 他向坏的方面发展呢 超过我们的想象 现在看来这感觉越来越强烈 也就是中美两架火车对撞的机会 似乎越来越大 好的 刚刚我们谈到贸易战 是不是会往与人权挂钩的方向发展 那么接下来 带您听另外一位教授的观点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认为 美国在打人权牌上 还没有看到有很具体的作为 来听张国成教授的看法 美国呼吁中国释放人权人士 这种说法其实是常年都如此 但是呢 美国也没有提出说 如果没有释放谁 或继续关押谁 就要对中国的哪些行为 予以杯葛 这比当年对魏京生 或者桑立芝等人的关心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更加进步的地方 所以你觉得其实还不够施压 我认为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愿 至少截至目前看来 对人权方面的施压 我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强硬 或者是比起过去啦 美国基本上来讲还是在贸易上 如果能够得到让步的条件的话 我认为对于川普总统的连任 或者是政治上资本的累积 我认为他们是比较 觉得这一点恐怕是它的重点 因为有一些媒体开始分析说 美国最近似乎开始打人权牌 所以你是觉得还没有开始 或者是这个态势还不明显 我认为中国会因为人权牌 而让步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更小 站在中国领导人立场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让步呢 这个我反正我都干啦 像新疆也好 或者是其他地方这些事情 五年前十年前没有听说 那现在他已经这样子了 那要用什么样多大的力量 才能让中国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呢 目前我没有看到美国有任何的方法 或者是任何的作为 大家也不要说对美国有太大的幻想 就是说他一定会怎么样的 就是用多大的力量施压 让中国有所改变 我觉得他毕竟还是先以贸易谈判 或者是这方面的利益有限 也就是说对中国来讲 美国到底是要中国的钱 还是要中国的命 这点基本上是一个思考的关键 如果是美国希望改善贸易环境 改善贸易逆差 改善不公平的竞争 那对中国来讲是美国要钱 那我认为中国让步的可能性 或者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那如果说中国的定义说 美国这些作为是要命 就是要改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和平演变 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那是要他们的命 那这个中国可能让步吗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定位出现了 这种要钱会要命的感觉 也是会决定中国之后要如何应对吧 那你觉得川普现在的做法 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呢 川普现在要什么呢 我认为川普比较像是要钱 那因为川普不断地强调关税 不断地强调经贸 但是呢 他其实对于中国的体制 是否要和平演变 或者是对中国的人权 我认为说至少这一阶段来讲 他很少批评 或许我看的资讯不够全面 但是依我来看 国会议员在这方面比他强硬多了 反而川普是不断地在强调 他已经派回了多少的就业机会 然后他让美国的再次伟大等等 我认为他反而强调的是这些 如果单纯是说双方的问题 是经贸方面的问题 美国希望改善经贸环境 制裁权的问题等等 这当然不是不能让步的 这样中国内部也有人认为说 中国的经济也该到了 这个一个变革的时候 这些事情其实就像当年入世一样 表面上看来好像中国承诺了很多 实际上入世之后 中国的经济是在成长的 但是如果说是有人定位 美国的要求是要改变共产体制 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个要命的话 那就不可能有任何让步 除非美国拿出非常非常强力的手段 逼迫中国共产党的让步 但是目前看起来 好像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态势 我们还要再观察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现在 双边陷入僵局的一个原因呢 我认为是的 因为对中国来讲 现在对美的经贸也没有完全中断 这个双方对彼此的户屋的 科产关税也有了有一些余地 双方的这些人员的往来 也还是继续持续 而且中国也不是说除了美国以外 就没有办法跟别的国家 发展经贸关系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国可能会理解为说 世界上美国当然很重要 但也不是只有你这一家 你说美国市场不让华为进了 华为在其他国家的市场 还是可以进 5G不做还是可以拍手机 这个对中国来讲 我认为这种另起炉灶 或者是乡村包围城市 在第三世界或者是在欧洲 其他国家发展 暂时不离美国 我认为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6月底G20 习近平跟川普见面 双方可能会达成 某个程度的一些协议或共识吗 我认为这取决于中国对美国的 这些一连串的政策的定位 如果它定位为说美国只是要钱 就是要改变贸易的状况 改变巨隔的逆差 改变这些美国产品 不能进入中国市场 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认为那个就 中国还是做出一些 让步达成一些协议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高的 但如果说定位为说是要命 就是美国是要和平演变中国 改变中国的体制 那就上升到敌我矛盾了 那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变了 我觉得这个就 就可能没有办法打算什么协议 也不一定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工具 多于中国 美国的筹码多于中国 这个外汇啦 投资啦 基金啦 技术输出啦 准入啦 等等 这个都是 但是呢 真正决定 下一步会怎么走的是中国 就是取决它 对美国的政策 是怎么定位 好的 接下来就看美中如何出招 谢谢您收听大博攻略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